我是Gut 我在2019年在香港演藝學院 讀舞台設計和藝術 我主要收集道具製作 喜歡做一些跟人體植物有關的素材 最主要都是動物植物 之前上網找了一些老師 在英國 他開班 我就發電郵去問他 我想去學製作 例如他們做的蟲鼠 因為他們會幫妙思隱做的 他們會幫妙思隱翻身 或者做一些新的標本 其實妙思隱最尾尾都只要 那個標本的成品 他會要那股皮 做完那個產品 但裡面的肉和骨 他們會把它放進蟲的箱 就會把它製造成泥油 然後變成肥料 我覺得這件事很印象 但我覺得在香港是比較難的 因為天氣問題 而且也怕不維生 其實對於製作標本的過程 我最喜歡的部分 是去了解和感受動物 他們死亡的身體狀況 因為在外國 其實主要一些標本的來源 都是Role kills 或者是自然死亡 其實你會看到他們死亡的樣子 你也會摸 或者碰到他們的毛 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 他可能頭骨 或者臘骨斷了 你會知道他大概 在死的時候 發生了什麼事 你會摸到他們的痕跡 做標本的時候 當你看到他們靜止下來的樣子 其實你會有一些 好像脈土的感覺 因為你會想到 可能這個動物 跟我們人一樣 跟其他生物 有些聯繫 或者是他們自己的朋友 其實接觸到 不同的動物的時候 你會更加深入 去了解他們的東西 或者是有 多一些的體會 有人上來選 又是整波 選擇 可能幾隻 他自己喜歡 有個女生也會選 那邊崩了一隻角 他會喜歡那個 因為 就是覺得是過程 做動物標本本身 如果做得神次 和一些動態好看的話 其實你會感受到 那個標本師 做這個標本的時候 對動物的生命 那種尊敬 另外就是 他對手藝 或者工藝上的執著 其他人去看的時候 會更加容易去接受這件事 和去欣賞這件作品 我覺得標本是一種死亡的延續 因為它帶來的影響 其實有點像 我們器官捐贈的概念 譬如去行一些 Natural History Museum 的時候 你們會看到一些 已經絕種的品種 又或者是你去行一些 醫學博物館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時候的 科學家 又或者加上 他們一些 納雕素家 他們會做一些 可能17世紀解剖完出來的人體器官 或者是整件屍體 但是那些作品 其實是很幫助到 現在或者之後的 醫術或者科技 我是Gus 我是一個喜歡做動物標本的人 希望香港會多些 本土的動物標本 See you later 完成了 的 小一個 的 有些版本 有些 大